原标题,西方已停止研制新坦克,为啥中国还要继续?以关键作用无可替代,1916年,汉斯们在战场上,首次见识到了坦克的威力,机枪打不穿,好勾拦不住。 关键这群钢铁怪兽竟还会开炮,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铁王把门冲进自己的阵地。 战后,痛定思痛的汉斯们把坦克的越野突击优势发挥到极致,搞出一套闪电战,创造了44天内灭掉任国的记录,从此坦克名声打造,并且成为数十年后当局无愧的陆战之王。 坦克这么厉害,可大家都有,于是,如何反坦克成为所有兵种都在思考的问题? 后来,步兵有了各式各样的反坦克导弹,没钱的少RPG,一发不够来两发,有钱的直接用标枪攻顶。 海湾战争,美国军队用信息化,体系化作战宣告了大规模坦克集群战术的终结,武装直升机成为当之无愧的坦克杀手,A10等固定义攻击机,更是被撑来坦克开关器,就连炮兵都能用岩石弹药攻顶坦克。 一时间,各国展开了全军反坦克的大蜂巢,无以计数的坦克的巷战当中被打成马蜂窝,四面八方来袭的RPG以及坦气炮弹,让坦克,像往中之鳖一样任人宰割,而坦克那硕大的身躯以及过长的炮管,又要置其在狭窄的街道里面捉襟见肘。 一时间,不仅大规模集群作战不在,似乎就连小规模冲突,也没有了用武之地,的确,坦克在战战里被打得很惨,但这只是,表现,很少有人去追究原因,格罗兹尼曾吃掉一百多辆俄军战车,有人因此在雷上战终结了坦克。 可实际上,巨战后调查,由于当时战事警惕,坦克都没有来得及批划反应装甲,许多坦克赤裸上阵,自然被打得落花流水,然而其他战车的表现同样很惨。 换句话说,想战对于坦克很残酷,可换别的武器装备就能行了吗?皮包线大的步兵战车恐怕更不惊打吧? 而前,坦克防御如今已经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,遥控武器战解决的机枪手暴露自己的安全问题,格杉装甲对于RPG等火箭防御效果极佳,主动防御系统更是可以让坦克刀枪不入。 如果向战没有坦克,作为弓箭手和断牌加持战斗,纯步兵或者轻型装甲车只会输得更惨,步兵缺乏掩护,而面对难以攻破的据点,更是需要坦克一马当前,激烈的向战,乃至野外攻坚。 不用坦克去抗中机枪乃至火炮,难道用脆弱的步兵,伴随着坦克无用论的,是导弹万能论。 当时人们认为导弹可以终结坦克,于是冷战期间,美苏两大国一个搞出了M551,协力登152毫米口径轻型坦克,一个搞出了IT1坦克兼机车。 两者最危险的特点,就是可以甚至只能运用导弹攻击,然而,虽然射程有一定优势,但导弹的可靠性,经济性就不如炮弹,而且不论是导弹体积还是发射装置都过于庞大,所以导弹万能论,很快就被现实证明有多荒谬,被拍马越南的线里登,却拆掉了所有导弹发射模块,而IT1更是连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。 前阵子,英国宣布不再生产主战坦克,于是,坦克无用论又甚嚣尘尚,殊不知英国何止缺浅了坦克数量,同时被放弃的,还包括一艘两旗攻击舰,两艘船雾登陆舰,五艘导弹护卫舰,两艘扫雷舰,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曾经海洋大国干的事啊,养不起有啥办法呢? 除了这个原因,作为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岛国,英国本身对于坦克就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,毕竟俄军那庞大的装甲部队,要想够得着英国。 首先,被问问法的两个传统陆军强国,以及部署在欧洲大陆的美军中装甲部队同不同意啊,其实对于坦克是否无用这个问题,询问方面早已经给出过说法,针对外界争论的坦克无用论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院长徐航肖将曾经强调过,陆地战场始终都是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,陆军的作用从过去到现在,乃至将来都是其他兵种无可替代的。 而作为陆军主战装备的坦克,凭借强大的火力,耗重的装甲,迅猛的突击速度,仍然是陆地战场上当人不让的先锋,只是随着战争形势的演进。 坦克的作战对象,运用方式也在发生一定程度之上的变化,过去那种大规模集群作战的方式已经不会再出现。 在未来,坦克将更夺以编队的形式展开战斗,更,何况,没有坦克的话,陆军又该如何推进吗? 轮式机动车辆跑得再快,可以快得过炮弹吗?武装直升机在如何灵活,能够躲得过导弹吗? 他们又能重当肉队吗?显然都不能,每个作战单位都有自己的定位,不能因为坦克容易被克制,就忽略了它那无可替代的作用。 请绝望写一下,一万个目的作用。 您可以做一切片吗? 请绝望写下来,我请你演出了一段时间,我请你演出了一段时间,我请你演出了一段时间,我现在 internally开始教训下的人。 好了,我请你演出了一段时间,我可以拍摄点子吗? 我们可以拍摄点子途明天再来,我们平时去的这种声币我拍摄点子 庞刀。 因为,我们也应对此是来,我们否会拍摄的声音乐。 我们可以拍摄了一段时间。 我会拍摄的声音乐我拍摄的声音乐我拍摄? 感谢观看